我们大家都知道近日来,冯上方和赵丽颖的孩子,真的是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,尤其是我们一些娱乐圈的人,纷纷向他们祝福。 而且我们的粉丝们也是按捺不住了,每天都在眼睛睁着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出现,因为真的是特别喜欢赵丽颖,我们都知道赵丽颖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明星出道的,但是她真的是特别有实力,而且特别努力,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地位,我们对于这个我们都特别羡慕她, 也特别这么敬佩,她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现在这个地步,而且还不这么骄傲的,她对每一个人都特别的好,我们都知道冯霄丰医院里面照顾赵丽颖的时候,还经常给那些媒体人送东西吃,几乎没有几个明星会对媒体人这么好的,因为他们经常会暴露出明星的一些紧思, 而且有的是一些不好的消息,所以明星对一些媒体人都是特别痛恨的,但是对于冯霄丰来说,她却没有 这样子想,还把送东西给媒体人吃,真的是特别的好,我们真的是特别的喜欢他们两个,感觉他们两个真的是特别的幸福,总是希望他们两个能够永远在一起,然后每天都在一起,不分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冯绍峰和赵丽颖都有自己的工作, 现在工作的重担,就在冯绍峰的身上,因为赵丽颖现在主要的任务,就是把孩子给照顾好,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,毕竟冯绍峰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呀,冯绍峰在自己家的孩子刚出生没几天之后,就开始了工作,对于这个我们好多粉丝都不满意的, 说是应该在家好好的照顾赵丽颖,但是毕竟要出来赚钱,怎么可能两个人永远在一起呢,坐之山空,这句话可不是空学来疯的呀,我们还是要让冯绍峰出来工作的呀,毕竟赵丽颖如果要是想有更高生活质量的话,必须有一个人出来赚钱,而且赚的钱还不能少, 现在冯绍峰又拍一个新的电视剧正在拍摄中,所以,他也特别的忙,对于这个事情,他表示过,如果可以让我选择的话,我真的是想在家里边陪着赵丽颖和孩子,谁不是这样子呢,谁也喜欢在家里呀,但是为了自己的孩子,便不得不出来努力了, 冯绍峰还和媒体人抱怨说,儿子长得一点都不像他,特别像赵丽颖,对此他有点生气,不过,还是特别的好,因为像赵丽颖更好一些,他最喜欢的人就是赵丽颖,这样子,也算是同时喜欢他们两个人了,冯绍峰还是特别像一个男人的, 而且赵丽颖,因为刚生完孩子之后,心情有点不稳定,每天晚上孩子哭的时候,他也跟着哭,这时候,冯绍峰就不急要抱 孩子,而且还要红赵丽颖,真的是特别的难过,不过冯绍峰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,赵丽颖嫁给他真的是特别的有福气了,希望赵丽颖能够赶紧出来演戏吧,也希望小宝宝能够快点长大哦。 然后,平时听话一些,不要把我们的赵丽颖给计划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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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 vrij tuck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